大家好,欢迎收看MKC,我是今天的主播厚仪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法兰茨如何用它30年的代工实力 成就它完美的品牌 台湾陶茨产业原本逐渐是为 但由于经济形态的转变,人力成本增加 再加上优秀的设计人才缺乏被认定为高污染高耗能的细洋工业 在这样的困境中,法兰茨创办人陈立恒先生 不甘只是做代工,决心要自创品牌 不仅在创立法兰茨这个品牌 更重新赋予桃艺新的生命 法兰茨远赴纽约参加礼品展 夺得最佳礼品收藏奖,从海外红回台湾 陆续发表的作品也深受好评 并经常被知名的人士选做为赠送外宾的礼品 享誉国际 要促成好生意除了药产品好 设计有想法,还要能够精确的行销 法兰茨行宿行家的设计品味 以独特、亲切、时尚、人文艺术作为品牌的精神 每个系列的产品都有文化抵御 让好的艺术有利可图 构筑出一套可获利的商业模式 在自创品牌这条路,法兰茨是如何走过来的呢? 首先,海唱集团30年的代工实力 法兰茨的母公司海唱集团为世界各国代工 30年来培养了无数的专业人才 累积丰沛的技术和设计能量 再加上多年来建立的雄厚业界人脉 能够迅速找到国外首席通路的代理商 用最短的时间来打开市场 让大家认识法兰茨品牌 奠定了国际精品领导品牌的地位 再来加上创新科技研发技术 法兰茨改善了原来的陶茨产业的缺点 独家研发出环保制成 改变传统配方 降低烧制温度 并以倒角膜工法 刻画立体造型的全球专利 它手工复杂技术门槛高 让仿冒者难以望其向北 还有第三 善用文化氛围 融合台湾特有动植物元素 法兰茨运用多年的代工经验 东西消费者的需求 以独特的设计 细腻的工法 经由现代科技的技术 颠覆传统的做法 让陶茨品提高至艺术的层次 设计的概念兼具了西方的优雅 和东方的意境 强妙将台湾特有的动植物元素 融入了产品之中 例如台湾蓝雀宽尾凤蝶等 商业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把台湾的设计品牌 成功的推向国际舞台 最后是市场的定位 与通路的布局 发展的初期就锁定了国际市场 专注在熟悉的礼品市场 通路选择高级的百货及精品店 以一流的国际精品为定位 销售的版图货及亚洲 欧美、日本及中东等地 在2005年更是多角化经营 将触角延伸至餐饮业 以音乐餐厅的形式提供音乐人 文艺人的一个表演及创作的平台 结交多方的朋友共享艺术及美食 餐厅内也展现了多组的精致瓷器 将艺术巧妙的融入生活之中 以台湾的品牌而言 不仅是法兰茨 诸如林怀明的云门舞集 杨慧山的琉璃工坊等 所传递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产品而已 它所贩卖的是品味和文化内涵 直接加深了台湾品牌在国际的能见度 法兰茨无疑是陶瓷产业成功转型的典范 在文创产业也拥有历史地位 选择挑战古老传统的素材 透过现代科技的工法运用 冲击出文化创意的火花 用有型的产品来传达无形的文化概念 文化绝对是个好生意 法兰茨所孕育的获利商业模式 是用30年的代工实力造就而成 而非竞争者依照一夕所能达成的境界 企业在创立品牌时 必须要考量几身所具备的实力和资源 我们必须提醒的是 发展自由品牌并非是企业成功的唯一路 单看产业的性质 企业的愿景目标中指等 台湾代工起家的企业很多 但也经常发生代工和品牌相冲突的状况 在创立自由品牌的途中 专注在熟悉的产业是最好的 让产品或服务和同业具有差异性 同时做好市场调查与分析 确定公司的获利模式 同时要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成功的几率将会提高许多 若您对品牌相关议题有兴趣的话 欢迎上MKC浏览 我是厚宜 我们下次见